接近做这个YouTube频道遇到一点点困难 从3月份这个频道开始营利 这笔钱一直都没有成功的取出来 主要是因为这几点的原因 第一个是聘码的问题 你的频道如果想开通收益 首先你的频道得有4000个小时的播放量 第二你的粉丝得上1000 我的频道开通有一连 今年的3月份达到这个条件 有收益之后 谷歌会给你寄封聘码的验证性 这个信封从3月份寄出来 发了适逢 一直到7月份我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最后是在线验证 不到一天就通过了 这些收益也不满大街 就是2000美元 但是这2000美元想要拉到它 必须要把它转回国内 转回国内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是10年汇款 国内很多银行都不支持 就算支持 需要的手续也特别的繁琐复杂 所以这就不再考虑之列 第二种就是电汇 但是这个电汇的问题又相对比较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汇在有些银行 比如邮政银行 它就不支持 或者有的银行它支持 但是你得提供与谷歌的这种合同啊 等等一系列的繁琐手续 各种问题会折腾到你心内 然后也看到有朋友推荐这个招商银行 说它不需要什么多约的手续 办好它的一卡通之后 直接可以在APP上操作这个汇款 但是我们这个县城是没有招商银行的 OK今天去招商银行办张一卡通 忘记戴口罩了 带龙 带龙 还在睡觉 带龙 还在睡觉 走吗 OK 终于走了 带龙了 走了 走了 还在下一个外面 现在是7月24日早上6点半 我准备坐一个大巴到实验那边 距离我们这里大概有100公里 出发了 很多朋友都问我们这里有没有发生洪灾什么的 我们这里因为是高海帕地区 除以厄西山区湖北的西部 海帕比较高 所以没有发生这些洪水什么的 但是有一些塌方啊之类的东西 后车厅我们进这里面买张票 我看见现在我已经上车了 现在是7点25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能到实验 两个小时之后 OK 现在我已经到了实验这个地方 今天是第一次坐大巴到这个城市 还好的是目前没什么疫情影响 比较安全的 OK 到了这家银行 偶然之间走了这里 我还因为很远 只花了三分钟 现在我们准备进去了啊 这张卡我已经办好了 肯定还有一些同学不太清楚 谷歌电汇是什么玩意儿 谷歌直接打款到你的银行账户上面 但是你得注意这个账户是需要可以收外币的 一般股内的储蓄法或者存折都是可以的 现在就可以在谷歌Alison上面办理这个结汇 我们拿到这个银行卡之后就把谷歌Alison打开 在这个谷歌Alison上面填写银行卡的相关信息 就是这三样 填写好了就可以转账了 不过有热心的网友分享过谷歌Alison的电汇收款经验 只用了一天多时间就顺利通过了招商银行 收取了电汇款项 但也有看到消息说通过招商银行 没有接到会 反而还要到柜台提供各种资料合同之类的 把这个转账申请提交 估计还得等个一天两天左右 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六星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到账 到账了我们再看下一步它是怎么去完成的 OK现在已经五点再下小雨了 OK现在是11点十分该回家了 回家再跟你聊 好吃吧 人们往往为了满足吃的欲望 各类美食节目 雨后春笋一样都冒出来 但是很少有人说如何不吃饭更健康 下一期我们就探讨探讨这个话题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对视频有什么建议 记得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你们的留言我每条都有看 拜拜 我们下期见